目前版本打野應該要怎麼打 因為我們要去爭奪1分10秒會出的不用 上面一個小姐都不要吃了 一定要選情急強的 到魔龍路去做準備了 你們目前不要一直給我去打架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冷面 那今天呢我要跟你們來介紹 目前版本打野應該要怎麼打 因為大家都知道目前的這個版本是前期版本 那打野呢基本上現在他的打野道的改動 然後戰場上其實 因為打飛的改動非常多 就是你現在基本上去清聖場的兵線呢 你的那個效益也是不高的 所以呢首先打野選個前期很強的角色 如果你是一個打野的玩家 我非常推薦呂布 因為呂布四等的時候打魔龍團戰 就是非常非常無敵強 目前打野開野 一定是在魔龍路開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去爭奪1分10秒會出的古龍 就是在我的新版本解說的影片當中 因為我講過就是1分10秒的古龍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非常推薦大家去爭奪 OK那這邊我被弄了一下節奏 好不過沒關係 那基本上被弄了節奏之後呢 上面一個小野就不要吃了 因為我們要 要等一下要去幫凱撒路去拉古龍 所以我們一樣先把這邊的紅區吃完 盡量不要拖到節奏 盡量不要拖到節奏 OK那這邊吃完之後呢 那這邊 喔小野被反掉 但是這邊佛洛倫是直接一個人蛋吃掉 OK那也沒關係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趁佛洛倫過兵線 因為我們還沒試的 我們有兩個小野怪都沒有吃到 然後這邊幫忙吃完之後 帶著凱撒路來打魔龍戰 一定是打魔龍戰 前期不要給我吃凱撒 真的不要給我吃凱撒 你們都給我來吃魔龍就對了 OK那這邊我們5打4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直接壓過去 基本上就是直接壓過去 OK這邊力量先秒掉 然後蘭鐸貼到制裁緩速 這邊塔拉過去 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邊一樣把魔龍給拿到 所以目前打野 我跟你們講 一定要選前期強的 你前期選個蘭鐸 對上如果我前期呂布的話 你非常難受 然後這邊拿到魔龍 基本上 我跟你們講 前期風向直接個大齊飛 你吃完魔龍 你整個輕野速度太快了 太快了 就是代表說 你的出野的Gank速度也會比人家快 那剛剛一開始呢 如果我們今天凱撒路不是弗洛倫的情況下 基本上 現在的凱撒路通常都沒有辦法自己打 吃掉魔龍 所以其實剛剛一開始 打野一定都是要去幫忙拿 那吃完魔龍有個重點就是說 雖然會有這個降50%的傷害 但是 我沒有拿到魔龍的情況下 基本上就是 就只降20%贏 所以呢 一樣是可以吃凱撒 我看到這邊 古龍很重要 古龍這邊吃了直接給你100塊 但是這邊我隊友 是要打起來 那這邊 我是要先扣個撤退 先扣個撤退 因為目前魔龍是還沒出的情況下呢 其實傷害那邊應該是 是不要打起來比較好 但是他們可能被塔殺 OK那這邊 OK 塔塔跳過來送 那我們這邊 先幫忙 那我們貼到蘭鐸喔 那這邊他也死了 二技能 在這邊他不可能跑 OK殺掉了之後 這邊霧己 他解封掉我們先拉一下 躲了他的一技能傷害 好 那他這邊拉掉 那一樣記住我們的 前期魔龍的時間重生點 一定要掌握好 就是 魔龍差不多大概是快 20秒 15秒的時候 要重生 基本上就是要 到魔龍路去做準備了 要預留 這麼多時間是因為 要先採好魔龍 要變的視野 先採好的話 然後對面再跟你想要過來爭奪呢 那你才可以 蹲他們一套 先打他們 消耗一波他們的血量 那才會比較好 打到魔龍 這邊魔龍快出一樣 直接來到魔龍路幫忙 這邊開大 先貼了這個 霧己 這邊他是4滴 這邊是4滴 OK 然後這邊我們殺完之後 拿到兩個人頭 有 一樣魔龍剛好出 那就直接吃魔 那你們可以看到 我這個前期帶節奏 是帶的非常非常的流暢 基本上魔龍的時間要出 我就是剛好而到 現在古龍真的是非常重要 你看 你吃一條古龍 你花個 兩三秒的時間 你就可以獲得 100塊 所以現在古龍是非常非常勤 這邊 但是他這邊拉掉也沒關係 那我這邊還有大絕 他想要貼我 我直接開大絕反倒 哇我這邊失誤 啊我這邊意見沒按到 我是可以吸血吸回來的 哎呀我這邊失誤啦 我剛剛猶豫了一下 要開銀霜還是開一技能 結果我兩個都沒有按到 啊 那這個是一個 臭的示範 這個是一個臭的示範 那現在8分鐘出的是 是聖光魔龍 那記得這個版本的 聖光魔龍 吃聖光魔龍是比吃 8分鐘的凱撒是來的重要的 這個藍兜是想跟我單挑的意思嗎 那這邊他有點不自量力啊 然後我們先把他給殺掉之後 那塔拉不用理他 塔拉不用理他 基本上魔龍是比 凱撒還要重要 因為現在8分鐘的凱撒 那我認為有點太好清掉 現在的凱撒是太好清掉 那這邊對面死兩個的情況下 我們就直接壓怪魔龍就對了 吃完聖光魔龍 是 基本上你打架啊 不可能會輸 因為聖光魔龍他目前給的一個效果是 是非常非常痛 非常非常痛 這邊再進紅區 反個野怪 但是瑞克這邊雙條進去有點尷尬 這邊基本上慢慢拉打 慢慢拉打 好 這邊找到機會 貼物擊 因為他這邊 他沒解封到 所以我們就直接貼過去 然後大絕沒了 先拉掉 一樣 反對面的野區 那基本上我們現在經濟是發揮得非常好 然後呢 物件基本上 你跟著我的這個節奏打 然後你 你選個呂布 你前面節奏就是很好帶啊 基本上你前面 就是沒什麼打野角色是能打贏呂布 而且 現在星葵也被改落掉 我這邊 好 吃掉凱撒 OK 那這邊對面應該就是要直接結束遊戲了 那為什麼我會說吃魔龍先會比較重要 如果你先吃凱撒的話 你再吃魔龍 你是直接被降50%的一個傷害 但是如果你先吃魔龍的話 因為你有魔龍的30%傷害 所以你只會被降20%的傷害 所以20%基本上是完全沒差 而且 就是要選前期強勢的打野 那呂布基本上就是又簡單 前期又強 然後 就是非常好凱瑞啦 這隻角色就是非常好凱瑞啦 現在你可以看到8分鐘的凱撒基本上 真的是比天空巨龍還要弱 這個是 我個人特別有感的一點 但是現在的15分鐘的魔神凱撒基本上吃到 就是 可以說是很穩 你吃到魔神凱撒基本上是穩 沒有 欸 暗影還是魔神喔 我現在好亂喔 這邊打起來 我們就開大絕 然後對面按了封塔 那我們就拉掉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物件非常重要 你們目前不要一直給我去打架 已經不是以前那個版本了 吃魔龍沒有用 沒有 現在吃魔龍非常非常強 一定要把握時間吃魔龍 噢 目前凱撒的名字真的是感到我有點頭痛 真的是會讓我有點頭痛 噢 試完暗影凱撒之後呢 基本上等 下路的後面有個兵線我們再放 因為現在凱撒很好被清掉 所以一定要搭配好兵線 一定是要搭配好兵線 而且你們團隊的進攻方向一定要很明確 OK 那 蘇這個放龍是非常非常正確 他直接放在那個兵線的旁邊是非常非常正確的 然後這個時候就 就是讓凱撒噴塔 我們在旁邊保護 就盡量不要被 被消耗到啦 就是跟你以前保護天空軍人是一樣的概念 那這邊有個小細節是 現在的封塔是可以 現在的封塔是可以擋凱撒的傷害 以前的天空軍人是不行的 現在的凱撒是可以擋的 所以你開他進去 OK 比如說 擋了一個障害之後呢 我們直接復活甲出 這邊中路兵線進來了 我們基本上就是上路高地了 上路高地了 我們這邊用復活甲完全不怕 再開啟大絕 慢慢吸 對面完全殺不死 OK 復活甲起來 先把少路兵線給帶進去 這邊再換一個死神殷刀 再換個死神殷刀 好 那這邊就直接結束遊戲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打野的打法 目前這個版本就是這樣子玩 對就是這樣子玩 基本上你跟著我 王呂布 然後 基本上一定要記住魔龍路洗手 然後去幫凱撒路爭奪古龍 因為你呂布 你前期打野 就是會贏對面的打野 所以你一定就是 先幫忙拿古龍 然後把凱撒路帶過去 吃魔龍 吃兩分鐘的魔龍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了 還有謝謝各位的收看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掰掰